玄冰孫一貞一直受到廣大粉絲及媒體的愛戴 从两人举办世纪婚礼以来 夫妻两个一举一动都是大家关注焦点 上周玄冰孫一貞刚从美国度蜜月回来 休息几天后4日有网友爆料 目击玄冰跟孫一貞出现在江南驱厅办理结婚登记 证明网友的奇遇记引发讨论 不过目前该文章已被删除 玄冰孫一貞所属经纪公司没有回应 韩网上也没有相关报道 事实上不少网友都以为 玄冰跟孫一貞是领政后才举行婚礼 那两人事先婚礼后入籍 毕竟夫妻俩都是当红明星 真的是抽不出空来 网友们也讨论起在韩国办理结婚登记的程序 其实可以是夫妻其中一个人去办理 像是大S与巨峻夜结婚 在韩国登记就是由男方独自办理 甚至也可以指派代理人帮忙 不过玄冰孫一貞选择亲力亲为 真的是甜到爆了 蓝人从婚礼、机场互动、蜜月旅行 都被粉丝拍到夫妻两恩爱互动的画面 多次登上娱乐头条 粉丝也都期待成为合法夫妇后 全冰孙一貞能赶紧迎接人生的下一步 那就祝福破降CP继续幸福下去啦